一个诡异的红球出现在城市 男人见状 正如自己驱离拐弯的触手 朝着红球飞去 下一步 红球直接发生了抗杀 人类看到这一幕 有点不知所措 只见那红色烟雾 顺着窗户涌入进来 瞬间包围了人类 我的天呀 只要吸食了烟雾的 都掐着脖子 面无表情地领着盒饭 更可怕的是 红色烟雾还在无限地扩大 每一会儿的功夫 就覆盖了整个城市 人群背下的落魂而逃 汽车也到处撞来撞去 一眨眼的功夫 城市便乱成了一锅稀饭 人在前面疯狂地跑 毒烟在后面飞速地追 我的天呀 只要跑得慢的 全都原地跪在了地上 都这会儿了 小女孩居然还在救人 结果被救的女人 丢下了女孩自己逃跑 关键时刻 一个机器飞来 化身成了一个帅哥 救下了这个女孩 只见她把女孩放进车里 然后送她逃出了烟雾 这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在2022年 外星人把人类的身体 当成了监狱关起了囚犯 但是因为人类的死亡 会有很多囚犯意外逃脱 而那个救女孩的帅哥 正是抓捕罪犯的实者 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人 那就是咱们的男主大壮 这天 大壮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外星人又有一批囚犯 要押送到人类的身体里 为了防止意外 大壮必须要赶过去 可他没想到 对话碰巧被女孩给听到 于是 女孩拿着手机也来到了这里 准备拍下这里即将发生的事情 一个外星碎片穿过玻璃 慢慢地落在走廊上 下一秒 碎片开始变化起来 一个护士碰巧走来 看到了这神奇的一幕 只见不到几秒的时间 那碎片就长高了几十米 变成了一个金灿灿的大香蕉 护士顿时蒙了圈 看着金黄酥脆的外壳 护士好奇地伸出右手 想要抚摸一下 这时 香蕉外皮慢慢打开 五彩斑斓的碎片中 冒出了几根胡须 朝着护士就飞了过来 咔嚓一下 扎进了伯格达尔利 我的天呀 出去就像露丸的影子模仿树 扎到人类的一瞬间 都被控制了起来 就这样 出去开始无限地延长 在医院里到处袭击起人类 聪明的院长 急忙来到走廊 躲进了衣柜里 可没想到 那猪手巷开了导航 咔嚓就扎了进去 这诡异的一幕 碰巧被女孩用诺基亚拍下 眼瞅着医院的511人 全都被控制了起来 随后 他们的细胞开始发生改变 全部被裹上了一层金边 眼睛也变成了金色 奇怪的是 只有小女孩没有被扎 随着大壮的出现 这些助手才慢慢地缩了回去 然后变成了之前的碎片 而那些被扎的人类 也全部醒了过来 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 原来 刚才的一幕 正是外星人把囚犯植入人类的过程 奇怪的是 女孩为什么没事呢 原来 此女孩可不是一般人 因为她的名字叫二翠 是被大壮从1380年的泡菜国 带到现实世界的婴儿 她和大壮一样 是看似人类的分人类 这天 一辆巨大的飞船出现 上面下来了一个机器人 原来他们来的目的 是解救出佛波勒身体里的囚犯 大壮得着情况 急忙驾车飞了过来 然后摇身一变 成为了一名钢铁侠 只见佛波勒对着机器人一顿开枪 可是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半天时刻 大壮从天而降 和外星人打在了一起 两人整整打了两个小时 从屋内打到屋外 可由于大壮的疏忽 佛波勒还是被外星人给偷袭 将武器扎进了他的身体 大壮健壮 急忙一个飞扑 想要取出武器 可却被外星人由触手阻拦 给甩飞了出去 下一秒 可怕的一幕就发生了 男人张开自己的樱桃小嘴 开始喷出大量的不明液体 然后这些液体 全都融合了起来 我的天呀 居然变成了一个外星人 没错 这个外星人 正是被关押在男人身体里的囚犯 只见他拿着武器 大气的走在街道中 随后来到飞船内 准备释放几万枚红色毒气 入侵城市 这一幕 毕小帅偷偷看到 他急忙通知大壮 如果气球被释放出来 那么世界很有可能就要毁灭 关键时刻 大壮再次挺身而出 和囚犯打散了一起 并且把他给击飞了出去 可就在同时 几个红色气球泄露出来 这才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红球发出了烟雾 一瞬间就蔓延了整个城市 只要被吞食的人类 都会在地上掐着脖子里的河饭 千军一发之际 大壮控制了几万枚红球 然后驾驶着外星飞船 离开了这里 只见又有两个囚犯 从人类的身体中逃出 并且主船找到了大壮 又和他打在了一起 大壮发现 自己并不是三人的对手 没有办法 他们只能开车逃跑 而三个坏人在后面疯狂地追赶 突然 大壮想到了一个办法 只见他再次打开船入门 把三个外星人给拖进了时空隧道 就这样 竟然穿越到了泡菜国 接着汽车一个甩尾 停在了悬崖边上 无幸的事 大壮最终还是被坏人打扮 而二锤也被坏人 连车带人给推进了水里 画面一转 二锤醒了过来 是当地人小胖救下了他 一转眼五年过去了 二锤和小胖都已经长大 成为了当地有名的除魔之人 而他们和囚犯的战争 也持续了整整五年 只见一个巨大的手掌伸来 直视地捏住囚犯 用力地朝地面 可还是没起到致命作用 他再次通过放大镜 将自己的手掌变大 给囚犯推在了墙上 下一秒 囚犯却又站了起来 这时二锤突发奇想 拿着放大镜朝着宿主扔去 然后瞄准就是咔嚓一枪 那子弹瞬间被镜子放大 变成了一枚核弹 这时还彻底地拿下了这场战斗 这是2022年 泡菜国新出的科幻电影 里面植入了最新热度很高的穿越画面 故事的设定和特效的炸裂 都十分的不错 如果你喜欢看 先去搜索原片看一看 积极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